11月24,好像快一年了是吧,第一次什么时候录的,12月份 今天发现一位大神,叫王冬月 我在图书馆想借他的书,从网上搜了一下,没有 然后,在那个险鱼,不是险鱼,多抓鱼上搜了一下,感觉是这个 说比凭6分,他们觉得他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什么之类的,想装憋的一个人 有人评价他是真傻,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但是我看,今天看了B站上看了,他有八九段,每一段 10到20分钟左右的演讲,好像是一期演讲的一个 截取 这是个大师,脑子很高时的一个大师,我认为 博学,你可能他是为了讲课,而刻意的去搜集了一些资料,这个我没法判断 但是他讲的很坦然,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什么开发,他讲甲骨文,讲老子,讲文字的创立和东西方 因为地域,因为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产生了一些文化 谈了一下,人类从非洲走出来之后,为什么演化成了白皮肤 因为日照的问题,需要来生存的话,就是自然选择 皮肤黑的话,就没法在那个区域生存 还有这个鼻梁骨高,是因为在寒带地区有些心脏 会产生什么心肺性的一种疾病,死亡率很高 所以高鼻梁,人类很火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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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讲这个地心说,日心说,说明这个科学的这个多变 哎呦,这个车怎么开呢,他们都在这 总之是一个我想学习的一个人 而且他有什么问题呢,他就是他这种对于文明的一种蔑视 以及对东西方所谓文化的一个脱离感 就是不判断,只描述 基于现在的一些数据和信息进行描述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一个态度 然后呢,他有一次我看是有一段视频 原因是他讲读书交流会,他讲这个读书 读书不要泛泛的读,你要跟人是一种 跟作者的一种交流,对谈 如果只是翻一翻,而且呢,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或者说,关键跟你相左的时候,你也 就直接笔疑的就这么过,很轻易的就过去了 也是一种浪费 你应该站在一个作者的角度上去 深入的就剖析,他为什么会采上这种观点 才能有用 所以他说,人一生如果能读600本书的话 那就是多么伟大的,像他这种方式读得好像多么伟大的一个人 我觉得也是,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本意上已经包含这种意思了 就是有些东西书就没有必要去读 其中有一段好像他和别人一个 参加一个访谈节目啊,类似的 然后有一个人在挑战他 说的这些东西就莫名其妙了 人家在讲大举 他在,人家在讲西瓜 他在讲,那个人在讲芝麻 他还很有风度的笑一笑 就这么过去了 要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跟这些人叨叨 浪费时间的就是 跟狗屋什么的,跟 跟一个这种 是什么,哎,算了不说了 不想再用积蓄深入的藐视相思 然后他讲了其他事就不说了 明天后天以后继续看的说 他讲了一个汉语那个甲国文的时候北 方向那个北 说为什么北呢,甲国文是一个 两个背向的人 不想再说因为那个北方呢 太阳照了之后会有很清晰的影子 是吧,就是太阳落山的方向 照的会有清晰的影子 像两个人影 所以是这个意思,北 然后为什么拜北呢 因为人去了又返回 是吧,打败仗才会去 拜北这个意思 通过这个字呢,我就想到 你说有些国家的这个 地名,城市名字 是不是很不激烈 有种失败的意思里面 调侃 比如说你这个国家崇尚资本主义 是可以叫什么资金 是吧,共产主义叫购金 或者社会主义叫赦金 这是很激烈的 是吧,向往了一种美好的酒院 和理想的一种拼捕 去出国了 一定会叫你 有楼的 有楼 是不爱